这事确实过分了啊 有内人通报啊 我们准备几个朋友一块去抓宋哲去 知道他住哪儿现在 想看的加关注啊 到了给你们直播 如果我要是假的 骂完我你们再取关 好吗 关注我啊 刚从巴里城出来啊 现在马上奔首都机场 到了给你们发视频啊 现在那个宋哲已经躲大连了啊 据内部消息躲到大连去了 现在我们连夜过去 机票已经订好了 到了给你们发视频啊 关注我 我们现在到那个首都机场了啊 这刚取完机票给你们看一眼啊 来请大家看一下日期 自个儿看一下日期啊 这刚缓完票 现在马上出发去抓宋哲啊 一会儿上了飞机我就关机了啊 关注我啊 我们这儿刚上飞机啊 一个半小时之后 一个半小时之后到大连啊 咱们玩点真实的 好吗 马上起飞 我关我关机了啊 兄弟们啊 下机跟你们说 我下飞机了 同志们啊 然后我们先找一个地方住下来 天也不早了 然后明天开始啊 明天开始给你们直播啊 抓着就给你们直播啊 玩真实的大连啊 没毛病给你们看一下 没毛病啊 想看的关注 看了一周你们的评论 可以理解啊 但是我只是想说一句话 在没有出结果之前 请大家先不要 往下定论 好吗 从小我就看宝强哥的电影长大 我说他的忠实粉丝 非常喜欢他的电影 也非常欣赏他这个人 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 啊 但是他现在遭遇不幸了 我从北京连夜 我订的机票 跟我俩朋友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连 内部消息 他就在大连现在 不要听别人呢 也不是炒作 炒不炒作的 谁心里都明白 对吗 咱们看看结果 我也知道找他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在结果没出之前 请大家不要往下定论 如果我要是炒作 我回北京的飞机上 我他妈坠机 我摔死 谢谢大家 朋友们 那个私信我实在是回不过来了 现在好几千条了 然后没有回到的那个宝贝们 别生气啊 也别介意啊 实在回不过来 理解一下 我到现在一直没有睡觉啊 然后一直在抓宋哥 换了好几个地儿了都 等着结果 整整一天了啊 我们没闲着 同志们别着急啊 这是抓人不是抓鸟 啊 你们这骂我骂的还行 真的 也不知道你们是宝墙的铁粉 还是黑粉 我替你们出去你们骂我 我抓着他再开私信评论 谢谢大家